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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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城田机场接受入境审查的时候 就是被发现就是伪造的那个呼召被那个取决出境了 之后呢就是金正南谈出那个金正日的那个实现 啊组结那个原理权利的那个核心在澳门还有北京的地区就是拘留了 2013年的时候呢就是朝这个北韩的第二号人物金正恩的那个股腹 被那个处决之后呢就是金正南被包在那个新加坡等 那个东南亚的地方就生活生活过了 2010年10月的时候呢金正南就接受了那个日本一家电视台的采访的时候呢 曾经就表示出这个他个人就反对那个三代实习 但如果滴滴正恩就需要的话呢他愿意就成就委员首 之后呢金正恩领导体系就稳固之后呢金正南没有公开 就那个北韩内部的局势就任何的那个评论 今天的那个视角点节目就围绕着那个金正南在那个马来西亚被暗杀的那个情况进行讨论和分析 今天特别邀请的是隆仑大学的朴生战教授 还有那个景源大学的葛昌刚教授给我们点评 两位好 老师好 首先朴教授啊 这次的事情到底发生的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就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这次可能金正恩的刚才您所说的长子金正恩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遇刺身亡 这个消息传开了就是轰动全世界 这个局势震惊的引发了全那个全媒体的一种高度关注 首先这个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金正恩怎么死的啊 这个很多报道说呢金正恩死于毒针袭击的 金正恩 金正恩 但是目前来讲这个还是不是正确啊 有的说呢 现在可能金正恩被被人用尸巾无死的 呃 其实这个普通这个事件啊很难这个无死人的 对 那这个肯定有跟毒有关的 那有人是就泡沫的啊 就有的人就 这个来喷 喷到他的脸上 那反正这个事还没这个 进行这个事件之前呢 还没这个进行这个 咱们一个确定啊 那关键呢这是大庭广众之下发生这个事情 那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 其实呃 人家呢可能这个看重这一点 大庭广众之下容易就杀死了 没人关注他 呃所以呢 这个方面呃 他在利用这个一种这个部分啊 呃 其实呃 这次两名呃 女性嫌疑人在马来西亚机场 这个 杀害了金正恩之后呢 呃 就重坐出租车逃走 啊 然后马来西亚警方呢 在这追捕 那以为是已经被抓住了 对 呃 关键呢 这个 他谁呢 他是越级的一个女性 嗯 很多报道说呢 这个两名呢 就是一种呃 越南籍的特工 呃 呃 都警方相信这两名特工呢 都是为某个国家 不是这个具体不是北朝鲜和哪个国家啊 这属过用 雇用的 所以已展开此次暗杀行动 嗯 就关键的问题是这个 国际这个东西呢 可以伪造啊 但是呢 这个人就比较难 就还得要观察啊 对 那个马来西亚警方还没有那个正式发表 这个相关的那个内容 有一个好像被是是越南的一个女特工啊 是个越南人 有一个 越南人 已经抓了两个 又说有两名女的 四个这个男的 全部是六个人 哦 是这样 初步发表还有调查 哦 那葛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些那个金正南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 是金正南的是刚才您教授您的介绍过 他是金正日的这个长子 嗯 是称慧林的这个这个儿子 嗯 金正日啊 一共有五个妇人 嗯 嗯 这个七个子女 哦 那他呢金正南呢 是排在这个老大 嗯 他是长子嘛 排在老大 是 是他这个曾经到瑞士去留过学嗯 呃 学过电脑嗯 所以他回到北韩以后呢 他领导下成立了这个电脑中心 嗯 然后还有他这个在保卫部啊 嗯 当过干部 是 所以他呀就是接受过这个接班人的教育 对对对 呃所以这个他在这个金正日啊 呃 金正日死亡之前呢 他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接班人 那照理说这个金正日 金正南呢 他应该接这个这个继承王位啊 那为什么他失去了宠信呢 嗯 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刚才教授您介绍过 他他他他他拿这个假护照啊 嗯 进入日本 是 他这个人必须喜欢玩啊 对 所以呢带个孩子 还有带还有两位女的一起 嗯 就到日本去 好像是到这个迪士尼乐园去玩 啊 就拿了假护照 嗯 就被这个逮捕了 嗯 逮捕了以后呢被驱逐出境 嗯 这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情 01年的事情啊 是 当时那个日本呢 他是禁止这个北韩人 嗯 进入日本呢 是 所以他就拿了假护照进去 嗯 那他这样呢被逮捕逮捕了以后呢 就失去了金正日 对他的信任 嗯 这是最大的一个原因之一啊 嗯 那么金正恩呢 是 他是第三个富人的这个儿子 嗯 就是说还不是这个长子是次子了 啊 他他有个哥哥嘛 是金正哲嘛 对对 所以说他怎么弄也是 他比不上这个 这个这个金正男呢 嗯 就是以血统来说呀 是 金正男就是在前边 排位也不太行 啊 也不行 他就是节祖先登了 是 就当上领导人 嗯 那北韩是个世系王朝啊 嗯 你这个最重视就是这个血统啊 是啊 那他是第三个富人生的 嗯 那还不是这个长子是次子 嗯 你怎么排都排不到他呀 嗯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个金正男看成是眼中钉 哦 因为金正男是长子啊 啊 并且是他是正统的这个白头血统 对白头山血统 是 这个金正恩年轻啊 他又没有经验 是一直在外国留学 他当时在金正日死的时候啊 嗯 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啊 嗯 那时候 几乎国外不知道他这个人是谁 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啊 在翻译的时候啊 嗯 没没把他翻译成金正恩 哦 翻译成金正寅呢 哦 是这样 金银那个银子的银 翻译成金正银 嗯 那后来呢 他知道哦他原来叫金正恩 因为这个不是长子 所以一般来金银 是 都不知道他 所以呢 就这个因为北韩他不太使用汉字 是啊 所以后来就是改成这个金正恩了 嗯 这个金正恩上台以后啊 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啊 嗯 就这个大刀阔斧展开了斗争啊 啊 这个他反正只要看不顺眼的人呢 嗯 不管你官有多高啊 他就要铲除你啊 是 恐怖政治啊 是 嗯 在那个金正日死了的时候吧 这不是北韩有那个灵鹫车这个送他的尸体吗 那送吗 那个车是很长啊 嗯 他这不是右边站了这么四个人 左边站了四个人 右边四个人 那个金正恩站在这个最前面 是 左边不是有四个这个大将吗 对 那个那个北韩那个军人大将买心挂的都是奖牌啊 是啊 这个很虎很虎啊 很这个威武啊 他们就是韩国来说就是等于是三星上将四星上将将将军的啊 这些人呢 现在几乎都被金正恩干掉了 是他不是被肃清了呀 就是被革职了 对 据统计啊 这个2014年 嗯 金正恩呢 肃清了40名 嗯 2015年肃清60名 嗯 2016年呢 肃清了140名 哦 这高官啊 几乎都被他这个干掉了 嗯 就是这个金正恩呢 嗯 这个我所以我刚才说过这金正恩是太子排在他前面啊 嗯 所以呢金正恩就成他眼中钉了 嗯 这个韩国国家情报院情报院说呀 嗯 这个从金正恩上台了以后啊 就准备这个杀死这个金正南呢 嗯 他上台以后啊就准备杀死他 可是一直没能得手 嗯 那现在呢 他终于得手了 嗯 那个2012年金正南曾经写信给这个金正恩呢 嗯 就是叫金正恩 这个法外开恩呢 救救他 不要杀他 那可现在呢怎么样呢 他终于死了 就是 而且这种安撒行动啊 就是04年也有过 还有11年的时候也有过了 所以也不是没有潜力的啊 就有潜力的 对啊 在美国的时候也是这个 哦是是 那个朴昭教授啊 就是说这次 虽然是那个那个 马来西亚警方都没有证实过这个事情 但是呢 你觉得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弄的 而且他弄的主要理由 或者是意义在哪里 啊 其实这个呢 刚才我们老师也提到这个问题啊 嗯 其实呃 还没准确啊 就还没进行那个那个事件之前呢 嗯 谁有不能说准说准确啊 嗯 谁谁做这个事情 嗯 有谁来命令这个 是 但是这个 咱们呃 很自然的说 可能明智顾问啊 哦 这是肯定是有金正恩指示的 嗯 呃 其实刚才很多一个说法 有的说有可能美国了 嗯 有可能日本了 也有这种说法啊 但是没有理由的 就对美国 对他来讲 也是好有益处的 好有益处的这个金正恩 所以呢 呃 我们说的可能是金正恩啊 嗯 这个 他来指示的 嗯 其实 呃 很多一个专家也认为 也好 我个人认为也是这个 产出金正恩 那个金正恩呢 呃 就没有金正恩的批准和指示 就是绝不 对 不可能的啊 就是一句话啊 斩草除根了 嗯 对吧 呃 其实 呃 08年9月份好像啊 金正恩其实健康状况亮起红灯的时候 嗯 金正恩 金正恩在全力斗争 就是血雨 那个 腥风中啊 被金正恩解除局 刚才老师也介绍过这个问题 呃 很多这个方面 其实对他来讲 金正恩来讲呢 嗯 其实最可靠的是那个张成泽 嗯 这个张成泽的呃 他是拥护这个金正恩来 那他就被 呃 被金正恩就死了 嗯 那就他 他对他来就是就是就就 呃 没有就依靠的一种 一种一种余地了 是 呃 其实其实刚才说的张泽 呃 张成泽的判决书写到啊 张成泽 呃 呃 呃 他说触觉是因呃 其妨碍金正恩接班 这表明权力面 呃权力面前 是无亲缘之分 嗯 呃 其实呃 我认为啊 这个方面呃 其实金正恩和金正恩之间的 一个毫无妥协的余地来进 嗯 那说的 所以两人之间的一种 呃 那个一种一种冲突 呃不可避免的 所以呢他呢 呃 只能利用这种方式来进 来刺杀他 所以这表明呢 其实手足也很难躲避啊 金正恩的一种恐怖政治的一种 是一种形态啊 呃 反正这个方面呃 呃很很很很点燃的 我们看到今后的我们呃 带来的我们这个我们的东北亚这个 发生的很多一种政治外交的部分 是 也得我们去进行观察 对 而且加上那个一般的传统来看的话 我还是长者继承了一个事业嘛 是 而且这是又不是第二个 按那个顺序来讲的话第三个 这个自古以来啊 是啊 就是这样子 由长子继承啊 是 他还是个次子 嗯 你就说拿这个这个韩国这个朝鲜王朝时代吧 说吧 都是长子继承 嗯 你这样在这国家才不会混乱 对 而这个北韩他这个这个背道而驰 是这样的话就是引起了些问题 是掌权方面的一些正当性产生了一个问题了 是 那葛教授啊 媒体是怎么报道的呢 是 金正南在这个被毒杀以后呢 韩国媒体整天的报道的消息啊 尤其是这个有线电视啊 这个一直的报道啊 他的消息成了热点新闻 嗯 呃 专家对于这个金正南被杀的情况啊 看法并不一致 就主要的是因为北韩它是个封锁的国家呀 很多消息 外部世界不知道 是 所以那为什么 他为谁杀了 还是为是北韩吗 那北韩为什么要杀他 嗯 这个专家的意见呢 并不一致 对 那我就大概吧 把韩国这个媒体啊 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呀 我大概来介绍一下吧 这个第一啊 是什么 是金正恩呢 想斩草除根 那平老师是说的 斩草除根 大概就刚才我也介绍过呀 金正南呢 是长子啊 嗯 伦地位啊 他是排在金正前面的 是 尤其是这个金正恩的母亲呢 是 他是个唱歌跳舞的艺人呢 嗯 就是说 艺人来讲 啊 就是身份方面 对 这个 所以这个金正恩 一直以来呀 没有正式公开他的母亲的 嗯 像人应该是公开他母亲了 或者是他母亲过生 庆祝一下什么 他一直没有公开他的母亲 因为什么 有身份的问题 嗯 在血统方面呢 他不能跟金正南相比 嗯 那 金正恩 他为了铲除这个异己势力啊 嗯 就是他已经把那个 他辜负那个金称泽 这个 啊 这个张称泽 处死了嘛 那现在呀 就是金正南了 他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把他也就干掉了 嗯 这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金正南想投奔韩国 嗯 所以被北韩除掉了 这也是个推测呀 推测 是有些专家推测啊 这个金正南呢 在这个金正恩执政了以后的五年多的时间里呀 嗯 他一直在新加坡 在马来西亚 在澳门 这则过着等于是流浪生活呀 那那个 他就没有自己来源了 嗯 以前他这个这个姑父啊 呃 这个 啊 张正泽在世的时候啊 偶尔援助他 嗯 那现在金正这个 他姑父死了嘛 嗯 他就没有自己来源 嗯 而这个金正南呢 他有两个妻子 嗯 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嗯 还有的人说他有三个妻子 嗯 四个子女啊 就是谁都不知道啊 哦 那他要养家的话 要花很多钱 嗯 那如果北韩不帮助他呀 他就生活困难 是 所以很多人认为他是这个会投奔韩国 嗯 这种说法了 嗯 另外一种说法是什么 嗯 说金金正南呢 很有钱 不会投奔韩国 嗯 因为他在那个 金正日啊 嗯 的死亡之前 嗯 他担任了北韩的资金这个 嗯 是总指挥啊 对 北韩的一切的钱都由他管 嗯 所以他管钱嘛 他一定要把钱存了去一些 是啊 所以说他生活不会困难 这种令人说法 还有第三 也有人认为呀 这个金正南长期的流浪在外呀 嗯 他已经不会构成对这个金正恩的这个威胁呀 嗯 他这个 没有种威胁的话 那么金正恩为什么要杀他呢 嗯 不用杀杀他呀 对吧 已经没有这个价值了 啊 这是一定是因为他这个金正南做了什么威胁的政权的事情 嗯 而令而让这个金正恩感到恐惧 嗯 或者是是他这个内部发生了什么问题 啊 所以金正恩不得不施出这个杀手锏呢 啊 一定要把他干掉他 是这个 另外还有人认为呀 金正南呢 是一直受到中国方面的保护 哦 这就令这个金正恩感到紧张 嗯 因为如果是金正恩没有的话呀 嗯 谁能替代他呢 就是金正南能替代他 是啊 啊他受到这个中国方面的保护 嗯 如果是中方支持他呀 嗯 有可能发生政变 嗯 这个如果是北韩这个内部啊 有一些将领啊 嗯 对于这个金正恩感到不满 哦 他们要其政变的话 哦 其政变也有跟当头啊 是啊 没有头不能政变嘛 那谁当头呢 这个金正南最好的人选了 啊 对 所以说有的金正南的话 就金正恩就会感到紧张 嗯 还有中国方面支持他 所以呢 他就必须要除掉他 有正当性方面 是 这是韩国媒体啊 这么这么 评判的问题啊 不过我个人看好像 他掌握的信息量也有关系 是 他是曾经在那个 呃 保卫部也工作过 而且是那个管过那个金钱 还有那个什么 IT方面的那个情报方面的 也做过那个事情 所以 我觉得他还是掌握的那个朝鲜 内部的一个信息量 就是比较多 对 所以呢 这就感到也是一种一个威胁了吧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他投奔到韩国来的话 那北韩的情报就被韩国知道 嗯 这是一种很这个危险的事情 是 这也可能是他被杀的一个原因 嗯 那彪教授他为什么在马来西亚呢 刚才那个 这个陈教授也说了啊 他是 他懂IT 嗯 他也是很聪明的 他是也是海贵派啊 他律师也是理会学 他懂各种语言 嗯 呃 刚才你说的他为什么跑到那个 马来西亚呢 其实有两个说法 嗯 其实第一个呢 呃他的一个秘密情人 他们是秦府啊 有可能是第几个 有可能夫人啊 刚才说的不知道谁 谁说啊 他的 他在新加坡 嗯 那他呢新加坡方面的 新加坡马来西亚很近啊 嗯 所以呢他可能进去出出 嗯 自然了 那就经常去马来西亚 是 第二种说法呢 可能有可能 说法呢他很多 亲戚一种劝说 嗯 就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最好的一个地方 嗯 嗯 然后就去马来西亚 其实之前呢 他金正南呢 大概三多 三点多年之前吧 就是就被发现 身在马来西亚啊 吉隆坡 在韩国餐厅 嗯 就那个在现身了 嗯 嗯 此前呢在新加坡 在停留 嗯 然后呢他可能流浪生活 很多国家 是 泰国曼谷啊 什么 在英尼也有过 俄罗斯 莫斯科等 对 所以呢这个马来西亚呢 这个 就两种原因 可以 呃 估计这个原因 买去这个马来西亚 看来啊 情况不妙了 就是 不管是那个金正南的事情啊 就是他的儿子今天很松 是啊 啊 这个也不见了 是啊 这个 他金汉松本来在法国留留学嘛 对 后来离开了法国呀 嗯 这一般认为呀 这个他现在呀 是在那个中国澳门 嗯 因为什么呢 这一次这个金正南的 在在这个马来西亚机场做飞机啊 嗯 他是为了去这个澳门了 去澳门干什么呢 所以看他的家人 嗯 所以一般认为 这个 他的儿子金汉松 嗯 是在这个澳门 嗯 受到中国的保护啊 一般是认为这样子啊 所以现在这金正南被杀了嘛 大家最关心的是他的儿子了 是 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这个他的儿子 嗯 金汉 金汉松啊 啊 他以前曾说过呀 金正恩是独裁者呀 嗯 他对这个北韩的体制 这个表示了反对意见 他认为这个人民应该过好日子啊 不论是独裁 他这样说 那金正恩当然不喜欢听他这么说了 嗯 所以呢很多人认为呀 金正南被杀呀 那下一个就是他了 嗯 嗯 这个北韩除了这个金汉松之外呀 嗯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金正恩的哥哥 嗯 金正哲呀啊 金正哲可能也会成为他这个下一个产出的目标 哦 这个金正日一共有三个儿子啊 哦 这三个儿子就是这个金正南 嗯 金正恩 还有金正的哥哥金正哲 这三个儿子 嗯 那么这个金正哲 嗯 所以很多人呢 就认为呀 嗯 这个他这个金正哲呀 嗯 是个聪明人的 嗯 怎么聪明人呢 他是故意做给这个金正恩看的啊 就是说到时候喝完酒以后就乱七八糟了 嗯 这个操职操培一样啊 中国操职操培一样啊 这个主豆也染豆旗的一样 那这现在这个这个金正恩呢 他就怕金正恩会杀他呀 嗯 所以他就在这个喝完酒乱七八糟 嗯 那金正恩一想 你看他这个哥哥是一点政治也不关心 一跳去听歌去了 那他这人还能来怎么害我吗 嗯 所以他这是这个有人说是金正恩 嗯 他是为了避免被这个金正恩斗争啊 而故意去这个喝醉酒闹抓疯了啊 啊 所以北韩王朝的这个王族啊 嗯 王族一个一个就被肃清了 嗯 对这个金正恩他还有一个表兄弟 叫这个李韩勇啊 嗯 在20年以前呢 是 曾经这个投奔到韩国 对对 后来被北韩派出特工啊 被这个暗杀了 嗯 以前李汉勇啊曾经在KBS 嗯 在这个国际广播电台啊 嗯 在这当PD啊 哦 李海勇啊 嗯 还有这个2013年 金正恩的姑父啊 张成泽呀 嗯 被这个处死 嗯 那是他 那现在金正恩被杀了 嗯 那现在金正恩周边的人物啊 几乎都被杀光了 是 只剩下两个人呢 嗯 这两个人就是一个就是金正南的这个儿子 嗯 这个儿子 嗯 嗯 另一个呢就是金正恩的哥哥呀 嗯 甚至这两个人了 嗯 那他们很多人认为这两个人将成为下一个目标 嗯 而其中呢 这个金正南这个儿子嗯 是最危险了啊 不管是怎么样就是啊 呃 北韩的一些变化对韩国来说就是安全方面 特别重要啊 那韩国方面到底政府部门呢 就有什么样的对策啊 啊 其实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嗯 其实13号发生这个事情以后 14号呢 韩国政府呢 那个呃 已经紧急开会啊 嗯 有关这个安保问题 有关的军 嗯 军事啊 这个安保问题 有关这个就是部长级别都是 对 召集起来然后进行紧急开会 嗯 其实具体怎么进行 其实是很秘密的啊 嗯 来来来进行 嗯 我个人来在韩国政府可能估计的 从 归纳四个方面 来可能进行 一个采取一个 政策啊 一种一种措施 第一个呢可能是 呃 现在紧张局面 怎么这个 发生这个一种一种 一种紧张局面 嗯 怎么今后 这个金正恩 呃 呃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嗯 这个方面呢 韩国政府呢 采取一种一种一进行紧锁密鼓的 一种 有关部门 来一起讨论啊 呃 所以这个方面我们 他是那个政府呢 还没有具体这个 呃 说明但是这个方面 真的紧锁密鼓的进行 嗯 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可以说呢 呃 也是可能 也观察可能 北朝鲜一种 一种军事动态 嗯 呃 其实是一种实行的 呃 其实一种观察了他们 一种他们一直有些变动啊 变化 现在呢 导弹也是 12号 以后呢 13号就第二天有发生这个事情了 所以呢 呃 今后事情 呃发生什么 跟谁也说不出 对 第三个呢 这个 可能把怎么保护这个脱北者 嗯 这一种安全的问题 呃 大家都众所周知 呃 大家知道啊 很多一个脱北者在韩国 很多脱奔到 呃到韩国来 嗯 那对他们一个身边的问题 这个 一种身边的安全的问题 呃 政府来采取了有些 措施 嗯 那第四个呢 可能也跟这个美国政府 可能一种 韩美之间的一种 沟通 加强一些 为什么咱们今后 这个带来的 应该整个人的一种 呃一种东北亚趋势 呃一种问题 来进行加强 嗯 一种呃跟跟跟跟 跟美国的一种 呃交通 嗯 一种一种沟通 嗯 郭教授啊 你刚才前面提到过 这个百 百头血统啊 是是 这百头血统到底是什么东西 而且这个百头血统在 呃 北韩的老百姓的新闻当中 它具有什么样的一种地位呢 而且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是个王朝嘛 是 人民当然重视的这个血统啊 嗯 这个白头啊 就是白头山 哦 白头山系的北韩 白头山看成圣山 所以白头山血统啊 就是北城北韩这个继承人的正统 嗯 这个王朝 就是这样子 王朝你这个 就中国古代 历代 韩国朝鲜 王朝时代也是一样 一定要重视这个这个血统 重视长子才能继承的这个血统啊 所以我刚才我也介绍过 金正男 他这个血统纯正啊 等于是长子吧 长子 这个金正恩不是一样 金正恩他这个母亲是这个 身份也不太好 身份也不太好 所以他呢不如金正男 所以呢金正男就是他眼中钉 这是可能被他除去的一个原因 啊 有一个消息说那个金正恩的母亲 不是那个金印机啊 叫高印机 高印机 而是那个呃 金玉有这样的 哦 也有这样的说法 反正这个没有多公开 所以都我们都不知道啊 是 那 票教授啊 就是说金正恩的束缚金拼一 又是一个新闻的那个焦点了 啊 好久不在这个 那个北韩的那个正常三出现了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所以呢 可能很多一个媒体说呢 可能下一个目标是有可能那个 哦 金平一了 所以很多媒体关注 还有那个刚才说的那个 那个韩松 所以呢 他们都是行众不明 他这个方面呢 可能有点很关注 哎 就是一些新闻人 人物了 其实那个金平一呢 呃 就是金日成金生爱 嗯 这儿子啊 对 金正日金正日的一种 同父一母 同父一母的 对的啊 所以他基本上有一男一女 一女的一种 他本身呢 在国外 一直很多这个生涯 嗯 他1979年呢 被任命为朝鲜大使馆这个 就南斯拉夫 是 然后呢 那时候离开了平壤 然后开始他的一种流浪生物开始了 所以呢 这个方面呢 呃 估计是他现在在哪里 这个方面也是今后我们进行观察 要观察 是 哎 老师你简单说一声吧 就是说 伺候的那个证据会怎么样了 好吧 这个他北韩不是发射了 比比例星二号导弹了吗 十二号 他这个要下四月是金日成的生日 这个然后下个月啊 南南这个这个韩美啊 要举行联合军业 是 这一连串的呀 北韩还会对韩国进行挑衅 嗯 这个政治权利就是这样了 就是 而且是史西王朝当中 这个政治权利是 如此之重要 但是呢 这个就违背了一个道德性 和那个公正性 加上一个人家的一些 关心所说的那个 人犬跟涉及到 轮道主义的问题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位置 谢谢收看 下周见 再见 bудь